新鲜生蚝味道鲜美 但是不好保鲜 汕尾陈州村每年有一半的生蚝 是被制干以后再销售出去的 如此走上了更多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甚至元宵海外 在广东深圳一家专门经营陈州生蚝的门店 有全干半干等形态的生蚝制品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店内销售最好的是石头一斤的半干精蚝 像以前的话我们就风干精蚝 一个月大概是卖个一两百份两三百份 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蚝一个是肥了 也是吃蚝的季节到了 那么你看现在我们一个月一两千份 是完全没有压力 过来这边买了几包风干精蚝 因为家里老人跟小孩都特别爱吃 买回去是见着吃 吃起来是嫩嫩的甜甜的 据了解 一斤鲜蚝肉能制成约三两蚝肝 一般选用生长期长 个头较大的陈州蚝直接晾晒 不仅工艺繁琐 还需要考虑石令 阳光 锋利等因素 晾晒好的蚝肝金黄饱满 因此被称作金蚝 蚝制来也是很忙 我们也要加班 也要日月也要做 这家制蚝工厂 现在每天要加工几千斤的蚝肉 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为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 他们的蚝制品七成左右的订单 都销往东南亚等地 还有三重的都是做到内销 比如说深圳 东莞 广州都有 过地都有 我们现在开始做到春节之强 每天的起货量 大概六七强斤左右吧 对象 没有 这是 对象 有没有 稍微 对象 有什么 有什么